東銀跟東沙 可能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 也不以混為一談 第一個目前為止所有資訊都顯示 東銀的飛機是民用飛機 那如果是民用飛機的話 不管在哪一個國家什麼狀況 剛才韋翰兄講的那個步驟就不適用 因為軍機才適用這些東西 那這個民航機基本上 他即使誤入你領空的話 基本上不可能去適用 那些軍事的防禦的動作 這一點在國際的規則上是很清楚的 那第二個我要說明一下 當然我韋翰兄會擔心說 你民航機會不會帶什麼飛彈 炸我們的這個什麼 我們飛彈基地 用炸彈炸我們飛彈基地 這個是過濾啦 就像以前謝長廷有講過說 那中共的民航機如果飛過 這個台灣海峽的話 會不會載有解放軍 所以不戰成兩岸直航 這個是有點過濾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那樣的民航機 可以載飛彈 那就可以炸射我們的飛彈基地 這在軍事上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 因為大陸如果要打擊 馬祖的飛彈基地的話 他的飛彈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對岸而已 不用花太大時間 沒有人會奔到用民航機 來做這種詭詐的行為 而且民航機載的飛 在炸彈的數量也不會很多 因為那小飛機載重量是有限的 大家如果是真的是 如民進黨立委所講的 是運12的話 運12我所瞭解 並沒有無人機的機型 所以這可能大家在資訊上面 都有待進一步調整 至於所謂的民航機 如果是飛過我們的空旁區 那逼誠了一點就是說 第一個在馬祖跟大陸那邊的領空 真的是很難化 那舉個例子 我們的一般的客機 那個飛到金門馬祖的時候 也是飛入對岸的領空 所以這個地方就沒有所謂的 一直都沒有領空的概念在裡面 斷線了 那個沒問題 蔡委員因為他是斷線 我們也沒有預期 他等一下應該馬上打進來 在那個委員回來之前 你要回應一下 我等一下跟大家補充一下 委員的意思是說 他只是民航機 不要解讀稱 他是會攻擊我們的飛彈基地 我先跟大家講 我就起一個例子 因為剛剛大家聽的時候 我很注意 我想我還是要跟大家報告這一點 我不認為 我們應該攻擊民航機 但是我也要告訴大家 全世界各國的民航機 他都必須被 所有的航管跟站管所列管 也就是所有的航線 是要允許才能這樣飛的 如果你沒有受允許而飛進去 我就舉一個非常極端的例子 因為年紀輕典的觀眾朋友不知道 1983年韓航 韓國航空 上面還有台灣的旅客 闖入俄羅斯的領空之後 他沒有給予告知 而且站管 那個航警局不斷的在叫他 他也沒有回答 開始打機關槍 他還繼續飛以後 他後來被擊落了 民航期 所以我現在不是說運15危險 運12 我不是說運12危險 我也不是說那天是來攻擊的 可是如果你運12你沒有辦法發現 那下次來的是戰鬥機 你怎麼辦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還有 民航機當然不危險 但民航機 我們台灣飛金門 金門或怎麼樣 我們台灣飛廈門 你要得到 雙方兩岸的這些航空管制單位的認知 知道他幾天幾分從哪裡飛 而且飛行器上面都會有標示 讓你知道的 這種狀況跟 我們完全沒有掌握 也不知道對方 而且我們國安部到現在 不知道他是從哪裡起飛的 對 所以他就是所謂一個UFO 不明飛行物的 那跟一般的民航機 不要大驚小怪 我們每天都會從台北的松岸機場 飛飛機到金門 那個基本上也進入到大陸的 飛行防空識別區了 因為金門跟廈門就那麼近了 所以民航機兩岸都知道的航線 都允許的 跟我們完全不知道 怎麼東以來的移架 我們都沒有掌握的飛機 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他是運12 看起來是運12 好像也沒有要攻擊 可是他等於測試的就是 如果我要來攻擊 觀眾朋友 運12你都尚且沒有發現了 今天如果來了是一個 快速的戰鬥機 或者是有隱形 這個逆蹤能力的這些戰鬥機的時候 你當然會一次就把他攻擊 真的要打仗的時候 你根本來不及反應 那個飛彈機就被炸掉了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啦 不是說當天我們應該把他打下來 而是當天應該做的作為通通沒做 顯示好像螺絲釘是非常的鬆 好不好 我要跟大家報告我的看法是這樣 好那因為委員又回來了是不是 他講了一般剛剛斷線 對所以委員 對沒錯啊 委漢的意思就是說 即使是民航機 你國防部也不應該 如此的狀況外啊 擺明了你就是羅斯松了 當然我同意就是說 民航機也在背入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蘇聯當時把那個 韓國航空飛機打來那件事情 變成蘇聯非常吃虧的 一個事件 這個 這也沒有這麼幹的啦 包括我們也不可能去這麼做 所以我只提醒說第一個 那即使說你這個 飛機進入你的防空區域 那你民航機跟軍機還是要做區隔 其實我們也有能力做判別 那只是國防部在這方面 沒有給大家充足的資訊 這個真的是要很仔細的去檢討 到底是哪一環出了問題 因為我們過去 國軍也不是沒有出過大狀況 舉個例子 就是大概在李登輝的早期吧 有些些越南的難民船 靠近金門就整個被射殺掉了 那這個表示我們SOP的問題 所以我們檢討一下 我們國防部的SOP 所以在東引的問題 我是覺得也不必太過緊張 但是東沙的話就比較重要 因為東沙不可能有民航機會靠近 這一點我們很確定 那不是民航的航線 第二個也不會有民航機 能夠飛那麼遠 所以東沙如果真的有進到的 所謂的東沙島的領空 沒有被發現 然後沒有警告被驅離 可是國防部又沒有跟大家說老實話 那這一點是真的要好好的檢討 那至於所謂的採取什麼動作 有一個可以參考的 前一段時間 美國的軍艦進入西沙的領海裡面 大陸也沒有開炮啊 因為一個軍機跟軍艦有沒有敵意 是有他的專業的判斷能力在裡面的 可以警告趨禮等等 如果國防部這些都沒有做 那很顯然這個方面 可能不只是螺絲鬆掉 而是整個系統有問題 那我們就要把整個系統 像身體健康檢查一樣 從頭到尾檢查一遍 這個是比較可靠的一點 那至於所謂的許委員講說 我們大家一起來譴責中共 他可能用民航機來測試我們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也不要在國際上 給人家太多的話題 我覺得這個也不好 因為你過度強烈回應 國際上的意見可能會有所不同 我就提醒大家一下 可是委員你會不會認為 大陸接下來還會有第三次 譬如說在第三個離島又顧忌重施 對離島所謂的顧忌重施 我覺得應該不是他們的戰略重點 對本島他們的興趣所在 如果你今天這個換過立場來講 那我相信我們也是 對本島興趣比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對本島的安全性比較重要一點 那你有國際上有很多的安全專家說 中共可能拿東沙島拿什麼島 我只能笑一笑說 那些人大概不太瞭解狀況 那我們就不做這番批評了 所以離島絕對不是一個戰略重心 或者什麼測試的重心 我寧願相信東銀島那個是民航機 洛杉瀏露等等 那洛杉瀏露有洛杉瀏的處理方式 那至於所謂的東沙島 應該是軍事基地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這個要用比較嚴格的標準來考慮 但是對離島的標準跟 對本島的標準要不一樣 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看過 中共解放軍的軍機曾經 進入本島的領空或領海 不像說美國的軍艦跟軍機 會接近中國大陸的領空跟領海 性質是不一樣 第二個呢 雖然我們經常講說 哎呀他騷擾我們的這個西南角的 我國的防空四北區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國際法上不承認 有所謂的防空四北區 第二個 那個防空四北區 我們雖然習慣上講我的 我國的 可是這個是不存在的 沒有什麼東西 第三個 我們的防空四北區 包括什麼福建 浙江 江西 你講的國際人聽 也覺得很好笑 我是覺得要嘛就乾脆 把我們自己的防空四北區 以台海中線做範圍 畫了一個比較固定的 可以被國際認同的 要不然的話 你這種重疊式的防空四北區 哪一天大陸也可以照這個標準 把我們的西南空域 畫成它的防空四北區 你不是更尷尬了 所以很多的媒體 都故意在創造這種緊張情勢說 你看我的防空四北區 即使國際上沒有人會承認 那是你的防空四北區 那個是要在國際上 大家有默契慢慢去領 我們的防空四北區 本來畫了都很棒 你說告訴世界說 福建也這樣的防空四北區 那人家會覺得 你台灣也搞笑嘛對不對 所以建議大家在媒體上面 不宜把防空四北區 一概的灌騷擾 如果真的要騷擾的話 要大陸的軍機要進入什麼 進入我們的所謂的領空領海裡面 或者說我們畫更大一點 那也可以啊 但是不能用現在這個畫法 現在畫法 那西南角已經很靠近菲律賓了 那個菲律賓也會很有意見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 在政治上我們這個問題 我們修改以後 我們在國際上講話會更有力量啊 不然宜老師 西南角說騷擾我們 你要把你當笑話看待啊 好感謝委員 對這個委員對於這個 防空識別區的話分有意見 所以委安你要快速補充一下 我再跟他補充一下 什麼叫做ADIZ防空識別區 就是在我們民航的飛機之外 你進到我們的領空當中 我們會有意識範圍說 欸我要注意了 在軍事上的 那剛剛委員講的沒有錯 ADIZ防空識別區 都是我畫我的 你畫你的 相互重疊 像我跟李貴民委員 還有這個傑哥 我們中間有個隔板對不對 那所以隔板中間這個位置 他們兩個其實是碰不到的 防空識別區不是這樣 防空識別區是 傑哥你的那瓶水 過來的位置都是我的 所以你現在就在 我就在上面比較注意了 那貴民委員也是一樣 我給大家看 防空識別區 中國大陸的防空識別區 也劃到了他們的海峽的外面 這裡來啊 但是他沒有到我們台灣來 沒有錯啦 你看這是中國大陸的 防空識別區 那你看他在這整個 他分兩個主要的防空識別區 這個應該算什麼 蘋果色 我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 它這邊已吸的是 中國大陸的防空識別區 那我們台灣的是 這個橘色這一塊 所以我們台灣等於就是 你福建沿海周邊這裡 其實當時會這樣的話 是因為這附近的 福建沿海的基地 只要飛機起飛 我們就要監控 那往我們的海峽中線飛 我們就要注意 你看韓國跟日本也是一樣 他各自都是會有吃到對方的領域去的 所以不是說我們畫了防空識別區 有站到中國大陸就一笑大方 事實上也不會 我們不會因為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橘色的這一塊 好來我再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有沒有這裡 橘色的這一塊的任何飛機起飛 我們就警戒不會 可是他如果從那邊起飛以後 我們如果往這邊走 往台灣的海峽中線走的時候 我們就會警戒了 所以防空識別區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在軍事上面的一個 警戒的那個提前預警的一個空間 在這個區域當中 只要有進來的 如果進到防空識別區 你還沒有任何警戒 你還沒有戰機來扮飛 你來不及 因為對台灣來講的話 這個區域起飛的軍機 都可能對台灣造成威脅 像在福建沿這邊 唯一起飛往我們這邊飛 我們這裡新竹 包含了嘉義水上新竹 還有台中清泉岡基地的戰機 他就會一定就要起飛去半飛 不然南機場跑到 為什麼隨時要有這些飛行官 我先跟大家講清楚是這樣 所以兩岸的狀況 因為這個看法 其實我跟鄭雲哥確實不太一樣 因為兩岸 國家與國家之間 比如說美國 與他周邊的加拿大跟墨西哥 日本跟韓國 他與台灣跟大陸政府一樣的 我們是热革 我們是烏克蘭以下 全世界第二個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 所以就不能適適的為中國大陸著想說 他進入世衛區 我們也不應該怎麼樣 他到了馬祖東野 我們也不要太緊張 他到了東沙那也沒什麼 我覺得這就可能沒有敵我意識 沒有兩岸之別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根本也不用 也不用再花什麼軍事預算 就讓解放軍來幫台灣協防就好了 對吧 我們在凱起 我們在這邊飛彈 解放軍現在 預算也很多 那他也會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那我們就連國防預算都不用花了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就會更強大